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彬彬有礼 在彭博社编制的全球抗疫排名中 美国居然登上过第一 这样的国家担得起这样的名号吗? 最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超过3500万 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1万 在8月份最初的几天里 更是出现了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万的情况 这种排名不考虑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 却看中所谓的重新开放进程 还把出入境管理政策当成是负面因素 我只能 美国媒体炮制的排名 就像是在为疫情冲击下迟缓不前的美国政府 穿上了皇帝的新装 但不管是美国国内民众 还是全球人在坚持对抗疫情的人们 都不会被如此排名轻易蒙蔽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